你最討厭的星座是什麼星座 我有看 啊 你有看這個星座 我有看 我們再拍第二集 不要 我有上榜 你有上榜 我是摩羯座 摩羯 第一名嘛 對 好 終於問到你了 你可以為自己反駁一下 你想要替摩羯座講什麼話 我替摩羯座明明就很務實啊 會讓自己的生活很充實 所以並沒有說大家說的沉悶無聊 完全沒有 我們只是在過自己的生活 最討厭的星座是什麼星座 處女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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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什麼研究 會覺得處女蠻雞掰的 哦 沒什麼研究 然後處女蠻雞掰的 你是 很龜毛 哦 處女座很龜毛 很龜 有些小地方會有辦法 有些小地方 你都沒什麼啊 有些要求 因為我射手座 哦 射手座 然後我自己就比較 就是比較外放 然後不會拘束 處女座就是比較 龜毛 對 龜毛 對 因為大家給處女座的刻板印象就是龜毛 所以你也這麼認同 有時候會在小題大作 就是很龜毛 哦 很龜毛 不會覺得 真的很龜毛 不會覺得說大家覺得那是刻板印象 是真的相處起來是很龜毛 我覺得就是一個統計上吧 就是剛好出女朋友都很龜毛 嗯 我喜歡處女座 你喜歡處女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處女座很 就是 他們很愛乾淨 所以他們就是 比如說像出行之前 他們會很有計畫 都會把所有事情做 不會慌張 然後就是 你跟他一起就是 什麼事情都安排好了 對 就也不用想 就是計畫的蠻周到的 不用你去擔心 對 摩羯跟處女 哦 兩個很搭 一百分 我覺得他很有自己的平衡 就是會有很有自己的格調 可是很多人說處女座很龜毛 嗯 那就是他們的格調啊 哦 你喜歡人家龜毛是不是 我喜歡他們有自己奇怪的小 小潔癖 金牛 金牛 你為什麼台灣金牛座 我怕金牛座 我 你嗎 你是什麼星座 金牛 金牛 好 因為蠻多網友想要知道 金牛的 缺點 愛錢的 我就是說阿伯底是愛錢的 對 所以你覺得 刻板的印象是這樣子的 對 These companies 金牛 對 太 太神了 金牛座 蠻固執的 而且他們節儉到 會有點討厭 哦 其實 我覺得 以我來講 嗯 還有我認識的其他金牛座 來講是真的很固執 真的很固執 而且牛皮 我就 也不否認 對 就我們真的超固執的 然後 牛皮氣很嚴重 但是 我覺得對錢是 我們對錢是真的蠻敏感的 我們會很想省錢 然後也會不想要花太多錢 但是如果我們是對我們喜歡的朋友 跟很在乎的家人 就會完全 喔對 金牛座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人有信任感的話 你會完全無怨無悔的付出 在愛情裡面也是 所以很容易碰到辜負你的人 但是你還是對他 很想愛著他 可是如果是 就是對一般人或者是自己的話 真的蠻酷的 好 因為是 呃 天秤嘛 因為我是天秤座 喔 好像天秤座 自己都蠻討厭天秤座的 我也蠻討厭的 對 你也討厭天秤座 就是 有時候 自己對他太好了之類的 就你覺得自己太有同情心是這樣嗎 對啊 當然 天秤座吧 喔 天秤喔 天秤其實還蠻多好評的 嗯 但是適合欣賞 不適合 交往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太愛我了 跟你最合不來的星座 天蠍座吧 天蠍 天蠍座嗎 天蠍座 最討厭的星座 對 天蠍 天蠍 我也是天蠍 你也是天蠍 天蠍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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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你們兩個都是天蠍座 天蠍吧 因為之前同情人 是天蠍座 那你覺得天蠍座的特質是怎樣 我是愛記醜 應該愛記醜 天蠍座 就是天蠍座 還蠻愛記醜的 就是愛記醜 愛記醜 可能會有心機 算機還是 我覺得他們好像比較陰險一點 比較陰險 極極到有時候讓人覺得很恐怖 可能有一點心機吧 一點點 對 你也不敢得罪天蠍是不是 沒有心機重啊 而且就是 是別人心機重吧 然後讓我覺得很火大 你不要對人家做什麼 人家就不會啊 像自己 自己仇的也是 你不要做太白目了 你有看我的那個影片吧 有 你有發現下面都是 天蠍座的人嗎 所以你還敢講是不是 天蠍座 拋棄我的男人 就是天蠍座 拋棄 好 為什麼 天蠍座什麼點 他就是可能 很忠於自我吧 沒什麼感覺 他就走啦 拋棄 天蠍喔 講話酸酸的 喔 講話很直接 對啊 就我有一個很好的拼鞋座的人 我小學最好的 那他到最後怎麼對你 結果他 他很壞 他在背後講我壞話 雙子做什麼 雙子 你也是雙子 好 兩位都是雙子 雙子 因為 很善變 很善變 對 有沒有花心 有 難溝通了 難溝通 變動太快 喔 就是情緒轉幅很快 難以捉摸 難以捉摸 通常就是比較外星人一點 比較難溝通 就是他想法根本也不太一樣 就你可能跟他相處不會有問題 可是 你會知道他的想法是 會比較跳動 你自己是雙子做 好 那你有 那你覺得大家給雙子做的刻板印象是 雙面 雙面 然後 你會覺得他情緒起伏很大 很大 雙子做蠻善變的啊 對 很多人都這樣講 那你會覺得他很花心嗎 還好 我倒沒有遇到花心的雙子做 應該說 我遇到雙子做都已經花心完畢了 都已經安定下來了 就是已經玩到不想玩了 對 玩到不想玩 獅子 獅子 獅子座 這堂是什麼 獅子 獅子 獅子其實也是對朋友蠻有益氣的嘛 對 沒錯的 對 只是有時候很難去改變他們的想法 嗯 就是 喜歡拼書癮 喔 獅子做就好勝心很強勢的意思 對 就不管自己有沒有錯一定會拼書癮 喔 就嘴硬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會不承認自己錯誤 嗯 那你自己是什麼星座 獅子 獅子 愛面子其實是每個人都會吧 可是獅子比較明顯 可是獅子比較明顯 對對對啊 那如果今天假如你做錯事了 嗯 你會去承認你自己的錯誤嗎 因為大家說獅子做都是不認錯 然後會 為自己反駁 對 我是 我是不太喜歡人家說我有做錯事 喔 你不喜歡人家說你做錯事 就是知道我錯啦 然後我又會改 但是我就是不想道歉 他會覺得獅子做 嗯 在 就是只要做錯事 你覺得他會很嘴硬不認錯嗎 我覺得他會先反駁 就是可能會先跟你說 就是這不是我的錯 對不對 喔 所以獅子做蠻愛面子 我認錯的 有一點 你覺得獅子做怎麼樣 很霸道 獅子做很霸道 獅子做很霸道 為什麼 我喜歡 你講這句會不會太難 你是很怕被罵是不是 對 你一定要加一個我喜歡 你喜歡獅子做的霸道 我比較優柔寡斷 他獅子就強勢點 我就替他 就是你喜歡有人控制你是不是 就跟著他走 就給你意見 那你會覺得 因為今天我問的蠻多會覺得說 獅子做不會認錯 就是做錯事的時候很愛面子 他會比較搶詩一點 你會有這樣覺得嗎 好像 我只有一個獅子朋友 好像剛好這樣 剛好就會這樣子 對 有什麼你沒辦法容忍思作的點嗎 沒辦法容忍啊 就當他不想理你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會跟你閉嘴 嗯 蠻愛面子的 他即便要低頭 他也不會say sorry 對 很多人講這個點 真的 製作就很嘴硬 欸那個待會不要吃飯 就是假裝遺忘他自己做錯事這件事情 裝傻 逼你 對